來幫你 柯文哲為兩岸一家親言論道歉 後續效應還在燒 有民調說超過八成支持者 不會再挺柯文哲 直指他的政治立場 已經不在中立 每一個民調都可以參考參考 那你會遊行這民調 我以後每天看民調早就發瘋了 我還是沒有變 我就是這樣 只是說台灣這個社會 真的太嚴重了 這個藍綠對抗 整個社會被綁架 強調自己的白色力量 沒有變色 但為何隔了大半年 才為兩岸一家親言論 向聽了不舒服的綠營支持者 說抱歉 用意在於向綠營書誠 尋求合作嗎 我一直想不通 你如果調都不送 我只能說到 我只能說排行 奇怪 這句話不是很正常 在明蘭話 我怎麼想都覺得 這句話講起來很自然 降低兩岸的緊張 減少衝突的危險 這還是要努力的 嘴裡強調兩岸互動頻繁 本來就應該保持一定彈性 但藉此緩和 白綠衝突 用以換取合作空間 已經很清楚 但被問到日後 還會不會重提兩岸一家親 柯文哲謹慎一對 我們台灣這個社會 一直很不習慣 我是外科醫生 你知道嗎 我們中的是 是實質的成果 你為什麼那麼注重 那個名詞是什麼時候 年底連任之戰 柯文哲選擇 向勝率群眾道歉 雖然避免了 與民進黨 斷了合作之路 不過也讓支持者 相當不解 柯文哲這步棋 嚇得究竟是好是壞 將見真章 環宇新聞 鴻錫雨丁上城 台北報導 chose Drop 小 軟 estro